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拧开可乐 就着喝完一大口之后 俯身凑过一些 故作神秘地看着路易道 我有紧急的军情 想不想知道 什么紧急军情 路易挑眉 他隐约觉得 他这个所谓的紧急军情可能跟总部的什么人和事有关 蓝叶得意地扬了扬眉 顺手抚一扶自己散落的长发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能告诉你 蓝叶 你知道我的 路易诞生开口 拎着西装做事要回自己的小卧室 他不是一个会受人摆布的男人 即使是相识多年的老同学 也不能迫使他就范 蓝叶无奈地挑挑眉 只得开口拦他 这么多年了 你的性质怎么一点也没改变 咦 你的戒指呢 该不会是不会哄女朋友 分手了吧 讲正经事 路易低头 扫一眼自己的左手 这几天原妈妈在京城 她不敢公然带着戒指挑衅 未经父母允许就同处一世已数冒昧 再让原妈妈知道他们悄悄买了这么一对戒指 恐怕她这关就真的不太好过了 蓝叶眼峰扫过路易的眼底 那情绪并不像是失恋的模样 不过她这样的男人 即使失恋了 她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算了 与她无关的事 她也不想再做纠缠 过两天总部投尾的严总过来 严总 路易皱了皱眉 这个名字她很熟悉 严世帆 松柏总部投为李唯一的一位中国男性 博士毕业之后直接被招揽进入松柏总部 成功谈成数比大项目之后 这几年颇受重视 发展得顺风顺水 但她一向只负责总部的投资业务 从不涉及到海外公司 蓝叶特意提到她 莫非中国区又有什么新的业务布局 这种感觉让路易多少有点不太舒服 松柏一向不太喜欢国人 中国区的总裁也是近几年迫不得已 才渐渐开始启用国人 并且一定要配上来自总部的副总裁做副手 美其名曰配合工作 实际就是监督而已 基于这层关系 蓝叶这个总部来的国人 实际比她的受重视程度要高出很多 颜总这次来和中国区的新战略有关 这件事是我私下跟你透露的 你别把我卖了 蓝叶宁了宁眉 她是颜世翻译手提拨起来的 也是她心里悄悄主义的男人 只是她目前仍旧纠缠在她那桩 名存实亡的婚姻里 她也只能继续守着这份 不知究竟何时能有尽头的路默默等着 她之前跟她提过中国区的战略部署 所以她才会心甘情愿地打了头阵 如果在那里不能光明正大爱着她 那就在这里等着 她的爱卑微的没有丝毫尊严可言 陆毅你我是出同门 有些事情我要提醒你 你现在虽然是中国区的总裁 但有些事情 他们一定是不会让你知道太多的 颜总这次来中国 是要将国外的业务渐渐拓展一些回来 你也知道近几年 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好 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比总部更有潜力 那她回来和我会有什么关系吗 陆毅盯着蓝叶 一顺不顺 她在判断 言是翻此行回来的目的 蓝叶顿了顿 似乎有些为难 如果实在为难 就别说了 没事的 谢谢你 蓝叶 陆毅不再强迫她 淡淡笑着安抚 又转身要回自己的小卧室 蓝叶最终还是没忍住 轻声叫住陆毅 师哥 她本科时是她的学妹 研究生时才做了同学 也正于如此 她会在很亲近的时候喊她师哥 或许有那么一瞬间 她真的把她当成哥哥了吧 陆毅顿住脚步 回身看着蓝叶 师哥 你让今下班出来吧 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都察觉到了 怎么可能瞒得了严总 她和你没有三年的同窗情谊 不会帮你做掩护的 哦 师哥 你要相信我 我们师出同门 我以后也还要留在国内发展 我是不会骗你的 严总她这次回国有两重任务 一是中国区的头尾 二是监督你我 她苦涩地笑笑 他们师出同门 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完全信任 恐怕即使是严世帆 也做不到完全地信任她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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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